嘉义的民雄鬼屋名声响亮 就连国外的媒体也曾经到台湾来拍摄 有关刘家古作的鬼魅传闻 而鬼屋后代徐永宗则在鬼屋旁边 开设了一间鬼屋咖啡 不只以鬼屋来吸引游客 还开发了特色文创 请来插画家布置咖啡厅 甚至妖精鬼怪的彩绘主题区 果然那是吸引了更多的民众 小朋友进进出出 民雄鬼屋不再是令人毛骨悚然 不敢接近的地方 鬼屋咖啡厅开店将近五年 老板时常碰到游客询问 到底鬼在哪里 因此突发奇想将鬼屋咖啡店 营造成妖精鬼怪的彩绘主题区 很多客人来都会看到这里 常常在那找鬼 都找不到鬼 然后常常问我鬼在哪里 所以这次我就以7月份要到了 然后让社区的民众 让小朋友来画他们心目中的鬼 特地请来大学生在咖啡厅旁的墙上 绘制一大幅精彩的妖怪大集合 并且留下中间空位 让游客可以和妖魔鬼怪一起合照 你可以站在中间那边 然后跟其他鬼 走到厕所想要方便一下 墙上三只鬼睁大眼睛盯着你看 让游客都说实在太有趣了 联合宝贤恩德嘉宜报导 哪我们一起去嘗嘗啊 好 我们在这儿 我们可以知道